我们恋爱一年多以来 总是会因为特别小的事情当矛盾 就让我觉得我在他心里根本就不重要 两个人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需要磨合的问题吧 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了 我们俩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但是这些小事就特别磨人 很多时候他的做法都让我觉得他不是很尊重我 我希望他能够在乎我的感受 有请的是情侣有请 男嘉宾段先生二十三岁来自山西音乐制作 女嘉宾郭女士二十五岁来自黑龙江艺术老师 有请两位有请 老师好 这俊男美女的咱认识的 在朋友的一个酒居上 聚会上 就从聚会上人是 谁追的钱 就是也没有谁追谁 就是两个人那个就互相 然后他先表得白 互相一见钟情了 对 其实我俩在一块的 就是从相识到相恋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快 现在多久了 现在一年半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怎样啊 就是 发生了一些问题吧 我们俩来这儿就是因为我们俩总有一些 就是都不是大问题 但是小问题很多 然后累积到一块就会有点闹心 行 咱说说小问题吧 可能因为我们两个性格很相似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们吵架或者生气的时候 总喜欢冷暴力或者是冷战 就憋着不说 有一次的时候我们玩游戏啊 消磨一下时间 然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因为我可能帮他抢了这个英雄 对面可能会针对他啊什么的 然后他从开局就一直抱怨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朋友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去哄哄他 好 然后哄了一局的话 那局也确实是输了 然后呢 后面的话 我感觉到他状态不太对 我就过去 在他身边 我就说 那个 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那要不我们下巴 玩一个能够配合的 什么 就是以我这样一个角度 我去能不能 把他的情绪缓和下来 但是他呢 给我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不玩 没有 就 我当时的状态 真的认为他是生气了的 但是我在那哄了半天 他不说 那我好吧 那我也就坐到一边吧 那我也不说话了 不说话了 然后他可能也就觉得 我也生气了 觉得我奇奇怪怪的 对 就那天 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 我觉得正常打游戏的过程中 队友或什么配合不好 就是我就是随口抱怨了两句 然后他总是情绪特别敏感 就是我稍微可能 就比如说日常生活中 我抱怨了几句 他买错菜了 或者是什么的 就我日常的抱怨 他会就觉得我生气了 然后一直就在我旁边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说我没有生气 你是不是生气了 你肯定就是生气了 听到 我说我没生气 对 然后他待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也自己去闹脾气了 我明明没有情绪 明明是本来还挺好的 然后你 因为你的敏感 你又生气了 你在这儿猜测我的心意 然后我也冷了 懂了 这太在意呗 我无心之举嘛 你却上了心嘛 对吧 这个能理解 还有啥 还有呢就是一个信任问题吧 我感觉 就是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那会儿 秦云杰可能拍点照片 发个朋友圈 我觉得作为男生的话 我给大大方方的 让我的朋友圈里面的人都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件 对他而言也是一个给他安全感的一个事情 那我就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当时他呢 也是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是这个照片可能不太多 想囤一囤 然后过几年再发 OK啊 然后过了几天确实发了 在后面过了几个月 三四个月 再次发一个朋友圈 我们旅游完 回来发朋友圈的时候 我偶然间我翻他朋友圈 屏蔽了很多人 所以我不理解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分组 有很多家人啊 老师啊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名词 我里面人有很多 几十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屏蔽这么些人 而且我发的时候 我都给你看了 我是让所有人都看到的 你是所有人可见 他是选择性可见 是吧 就是这个事 我跟他之后也解释过 就是有很多人都是我工作上 认识的领导啊 或者一些就偏长辈 就是我不太想让所有人 都看到我的私生活 看我秀恩爱啊或者什么 然后但是他都觉得 我不愿意公开他 不愿意对大家说 我不是单身了 可是他们又不会影响 你的一个正常生活 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就大大方人人家看到 人家爱看就看 不看就不看 那你不是双标吗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小号 然后他的小号 也加了很多工作上的 就是也有很多女生 那个小号是他知道的 是我要专门做工作的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发我自己的生活的 而且是他知道的 我新家的人都是那些 对嘛 然后我问你了 我问你说你要不要在 就是我也没有让你发圈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发圈 我说你要不要把 朋友圈封面换成我就行 就可能只有点进去 你的朋友圈的人才能看到 你也不愿意换啊 就是就我觉得是一样的 你也觉得不想让工作上的人 去过多地亏太你的私生活 那我觉得我也是一样的 那你为什么要求我做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 就是你 我只是大号打了标签而已 但是你是有两个号 都一样 直接问吧 你信他吗 你相信他吗 之前信 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可能改变了一点点 我对他的想法 就是呢 他去和朋友去玩 我觉得他有个自己的 正常社交圈子 我不干涉 这没问题 然后他有一点也做得很好 就是去哪儿 你选择 即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包括她 因为我们俩是姐弟恋嘛 然后她年龄会比我小 然后又会担心 就是有其他的小姑娘 什么什么 两岁还叫姐弟恋 现在姐弟恋 至少是八岁以上 对吧 现在信了 也还是担心 对 所以其实 依你们俩的这个外形 诱惑还是挺多的 对吧 有吧 你也有吧 你们俩对未来 有什么打算 就像 有想过结婚 确定一直在一起 结婚 你呢 有想过 这个我们之前都聊过 因为真的 本身就真的很契合 我们 灵魂啊 或者是各自生活啊 就真的能做到你心坎上 那不就行 但还是会出现 就是现在嘛 就是出现了这么多 很小很小的问题 就很磨人 然后慢慢地 所以你们的 对于未来的规划 是一致的是吧 其实在工作上 也不是很一致 怎么想的 我从小到大 就是在北京长大嘛 但其实我本身 也是东北人 然后现在也算是在北漂 然后他也是在北漂 就我们两个在北京 都不是很稳定 然后但是 我未来 也就是也对北京 有一些感情了嘛 然后也想长期 在北京发展 包括也 我也有聊到过 如果以后 真的结婚在一起 有了孩子 然后我也想说 孩子会在 更好的城市 会有更好的一些 注重一些素质教育 这种 但是 现在来说 又太年轻了 就是 他会觉得很难 因为我可能考虑得 更现实一点问题吧 我现在是飘忽不定的 就是我觉得 北京这个地方呢 对于我来说 可能压力 真的是蛮大 但是 是有助于我 也有助于 我们俩以后 这个我理解 他说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们 可能要更现实一点 如果真的 长期在这儿 驻足下去的话 我们的生活压力 该有多大 我们 真的会很幸福吗 就是我 其实是更想选择一个 沿海城市上 这些幸福城市 幸福感高一点的城市 去定居的 想得还挺长远 有点多 得有点早 是 确定要结了吗 跟他自从谈恋爱之后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换 到另一个 及时出现了问题 答得很巧 现在让你立刻 嫁给他 你嫁吗 就是今天他向你求婚 说亲爱的 你嫁给我 你嫁吧 不嫁 不嫁 现在考虑的问题很多 因为现在我们两个 都不稳定 没有稳定的基础 我也觉得是应该 有一些准备 不是 你也别觉得 让你马上娶他 你娶吗 我也是认为 就是现在 我还没有作为 对对对 他没有一个 所以其实在这个层面上 都没准备好 咱们实话实说 都没有 都没有做好准备 没有准备好 对不对 所以什么 这也契合 那也契合 哪有那么多契合呀 就在一起合适嘛 不要老上价值观啊 你捧得住他吗 你觉得 我再问得更直接一些 我帮你问 明天我就要去青岛 我觉得青岛更好 我想让你跟我走 你走嘛 长期发展吗 就是 长期 或者短期我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就想去 而且明天就走 就涉及到很多问题嘛 就如果说 我的家庭这边 能处理好的话 我可以 因为我父母什么的 也在北京 就是肯定不能说 跟家庭 没有假设 没有假设 就父母这边处理好的话 我跟他走 那你觉得能处理好吗 我觉得 处理不好 因为说到父母的时候 这件事就是这样 这才是你担心的 小子 你保持不住他 你对这个情感 是没有把握的 也不知道未来 是什么样的 听了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这种关系啊 又示弱珍宝 又小心翼翼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实那么多坎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余老师 爱情本该是充满激情的 但你们这段恋情 太平静了 就赵传老师说的那个词 小心翼翼 怕我说了以后 你不高兴 怕我说了以后 这段爱情就没了 你们两个人 对这段爱情 双方都是没有自信的 也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会谈得如此的沉重 这种沉重迟早 会砸碎你们的爱情的 你们现在面对问题 并不是说下去化解问题 你们都是在逃避问题 面对问题 勇与正式 才能让问题化解 生活当中很多的矛盾 就是来自于猜疑的 你们两个人互猜 你猜 你猜 猜到最后 让我们也加入了这个猜的队伍 真的 太沉闷了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文老师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有一点我是很认可余老师说的 就是他们俩互相不自信 这个事情 但是他们两个互相不自信是源于他们俩互相喜欢 他俩是真的喜欢对方 所以说话 你看小心翼翼的 思思文文的 彼此谁都不敢大胆说话 也不敢大胆地做自己 我觉得他俩在最后的问题是失真了 宝宝你们俩彼此失真 你们没有说勇敢地想把自己说 很真实地去相处 就是你们俩现在有点像那种就是 相亲阶段的两个人 互相彼此试探 彼此示爱 但是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们还是会喜欢对方 就是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男生你其实这方面 你可以稍微主动一点 你的优点缺点各方面 你都大胆一点向他展示出来 我觉得其实女生从头看了 我觉得包容性还挺强的 她是可以接受你的 就是各种真实的自己 她也渴望你把你真实的自己 就是当下及时地表达出来 因为你这样 因为你很多东西 比如说当下你不表达出来 你夜在心里 她就会慢慢慢慢地 她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或者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的感情会因为 就是你觉得你表达了 就会有问题 其实如果你不这么做 她可能内心 不会有这么强的安全隐患 就是她其实能够给到你 一个正向的回馈的 只是你没有自信 她能给到你正向的回馈 这个跟你的年纪也有关系 23岁我觉得也大男孩嘛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你学音乐制作的我跟你说 因为我自己也有做歌的团队 音乐制作是一个 如果你做得好 你完全可以养活它 在北京的一个行业 你看中国的 现在华语的音乐市场 已经是一个非常教育成熟的市场了 就是你去努力学习 然后去做不管是词曲也好 去混音也好 我不知道你学的是哪个方向 我自己是做词曲 初出词曲然后录音的 所以我说就是你其实是可以 比如说你今年23岁 你是可以在比如说 未来三到五年之内 他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是只要你努力肯学 你肯钻 你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 他现在很多的 我觉得他的不确定性 他的不自信是原因 他可能他自己本身 他的事业 可能现在自己还没有站住脚 我其实挺自卑的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你才23岁 你就好好做自己专业 然后把你的专业拿来变现 然后女朋友 你们俩很好 很稳定 我暂时看不出你们俩 要有什么偏离轨道的 一个这样的迹象 就好好珍惜 好好努力就好了 谢谢温老师 雷老师 就是那个 姐妹的事别弄得特深沉 不是 我说这姐妹不是贬义的啊 是因为你们俩自己都没当真 首先情绪上是真喜欢 在情绪上 我特别喜欢对方 我生怕对方 因为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 否定我 所以特敏感 一说去青岛 立马 哎呀 我爸爸妈妈怎么怎么着 我不能跟他去青岛 一说刘北京 哎呀 我还是喜欢到沿海 这一个城市 你们在该当真的时候 全部当真 一当真事聊 你们俩全闭嘴 所以先弄明白 这事咱们当不当真 情绪上是真喜欢都敏感了 那咱们接下来在逻辑上 这事咱们当不当真 你们先想明白 谢谢雷老师 刘大老师 就我特想问你俩一个 你们俩待在一起舒服吗 舒服 舒服吗 好的时候舒服 好的爱情啊 是两个人在一起 无论什么时候都很舒服 就是我不用每天小心翼翼 谨小慎微的 就如果你们两个人 现在都是谨小慎微的 然后每天能如此理智地 去分析你们之间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们两个人 那个爱的浓度就已经下降了 现在其实是你们两个人 把自己搞得太疲惫了 开开心心在一起 明天的事交给明天去做 今天此时此刻 我们两个人能开开心心地 在一起 珍惜两个人 就是在一起的时间 然后分开之后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我们都认真地对待 这段感情 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 否则的话 让你们自己很累 这段感情爱的浓度 也就慢慢下降了 就很简单 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二十三岁活成了 三十二岁的年纪 你说干嘛呀 对不对 谢谢珊娜老师 我把雷老师的话 直接翻译过来 就有点装 不像谈恋爱 你们俩现在真的 就恋爱是不是谈恋爱 我真的能看出彼此的喜欢 但是再往前一步就有点累 你们为什么现在累呢 在哪儿装着 你道理是 我们再往前走一步 内心再近一点 还是说我们就止步于此 我特别害怕 你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我这个恋爱 在我的认知里面 恋爱就应该是这样的 恋爱没有样子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 互相作就是那种恋爱 彼此尊重也是一个恋爱 小心翼翼也是恋爱 每个人的恋爱是不一样的 恋爱其实没有样子的 但你们这个恋爱谈 我们感觉到恋爱了 没错 感觉到恋爱了 但是你们想干吗 再往前走一步 是不是觉得走不下去了 就觉得你们距离 好像有点远 记住 你们是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就应该说出来 好吧 好好交流就行了 其他朋友 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还是挺希望他们好呢 挺希望他们好 因为就在意和真事嘛 越在意越真事 就越怕出错嘛 所以才不敢去碰触嘛 放松吧 一起进入192就越爱 真情六十秒 这两字其实 我感觉真的挺沉重的 就虽然咱恋爱的时候吧 可能会对对方说 我会对你说 但是我始终觉得没根 但今天呢 也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吧 我觉得 我以后呢 会更有信心地带着信任 带着真诚 带着包容 带着接受 坚定地跟你走下去 我想要跟你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然后但是 我希望你之后有什么问题 能够及时地跟我沟通 我不希望你自己憋在那儿 然后等着我去发现 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真实地展现自己 好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有情感客户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包红兄 你看好吗 我都不说他 看好看好 他们 你真看好 真看好 这个确实 婚姻是财迷油盐 恋爱也是人间烟火 就赵老师说的 千万不要谈到最后小心翼翼 想说的话不敢说 但是刚才真情六十秒的时候 我感觉他回来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会回来 文老师你看好吗 就情侣是这种关系的情侣 你看好吗 我说实话我一人看好 因为这个男孩我觉得他很真实 他真实地自卑 真实地 就是怯怒 真实地没有安全感 他所有的东西都给得很真实 而且这个女生我觉得 她也挺真实的 就是我真实地顾虑 我真实地觉得你哪里不好 我真实地觉得我们哪里可以做好 我觉得挺好的 好 雷老师 把恋爱玩成狼人杀 互相小心翼翼说话 观察对方动机 就是没有这场恋爱 要实在没辙了 不也玩狼人杀去吗 继续玩 不看好 你看 来 珊娜老师 恋爱的时候我看好 但是我觉得再往下要走一步的话 可能有点难 来吧 咱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好甜啊 天哪 哎呀 好甜啊 天哪 啊 冲击单身狗 不行了 不行了 哭了 哎呦 个没出息的 来来 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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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哭 真的 你们要对得起我的谈讽啊 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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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为她没出来呢 她这开玩意的第一反应就是 她来没来啊 出来之后 怎么还没来啊 没来你还准备回去啊 别冲出来再说嘛 你得大胆一点 你得自信一点 做男人的 你这 还哭 小姐姐 小姐姐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哭 哎呦 你们 就骗像文老师这样的女作家 就喜欢这个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她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 请见证 来 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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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了 请亮灯 行了 回去吧 谢谢 我们特别希望今天的节目 可以成为你们情感的 一个里程碑 就是是往前走还是怎么样 好吗 好的 好 记住老师们说的话啊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请回 请回 谢谢 请回 请回 谢谢 请回 请回 谢谢